我救到第一个昏迷的是我妈妈 两个脑科专科医生跟我讲 她没希望的 给她吃最好的药 可能你们兄弟姐妹能够看她多几天 我们就同她那个 因为昏迷不行的人 如果我们是在鼻子有钻一条喉 给你们倒牛奶水倒粥 就是钻在她的胃 对吗 就是从那条喉倒进去 我刚才我妈妈其实四天而已 一天半包 我当时吃鲁定吃的一年 还不知道有鱼竹没有 所以我讲我接触到成品是偶然的 可是并不是很多人像我运气那么的好 所以当时拿到鱼竹没有包什么来的 也不敢给一包 倒半包 四天之后我妹妹打电话来 他都叫你名字怎么可能 东西你拿来 你跟我讲你不可能 我妹妹很ticky的 比我还ticky哦 OK 四天而已 我妈妈喝鱼竹没有 半包就醒了 到今天 到今天 OK OK 感谢观看